好的 同学们我们继续我们的习题讲解 看一下第15题 看一下第15题 第15题呢 看上去啊 这个确实是比较乱 因为它开头的地方 Rather It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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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的是三个 考的是三个 But 一个It 和一个Rather 好 我们现在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道题考的是一个强转折 记住啊 第15题考的是一个强转折 也就是But Not But 引导的一个强转折 好 那你那个Not 是在什么地方呢 注意啊 这道题为什么比较难 是因为它一定要考虑到这个 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啊 也就这个强转折 这个Not 是在画线部分之外啊 画线部分之外 那你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啊 的优先顺序是 最好是用Not But 然后用Rather Than啊 最后用Instead Of啊 最后用Instead Of 其中啊 Not But 跟Rather Than 是要进行平行结构的啊 需要进行平行结构的 也就是说你Not A But B啊 这个A和B要进行平行 A Rather Than B A和B 要进行平行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是Instead Of 我们知道这个off后面只能是什么呀 只能加Doing吧 只能加Doing或者词 或者词组 那么他这个地方如果是Do的话显然是不可以的 但是在用词的优先顺序上来说呢 这两个地方是可以加Do的A 动号Rather than B A和B都可以是Do 但是Instead Of后面一定不能是Do 所以他是排在最后面的好 我们回到看题 啊 我们看题目中说了什么 他说的是Not Not as什么什么什么 But 什么 S什么什么 为什么要平行 也就是说你是Not as a sign 对吧 Not as a sign 那你最起码的but后面要怎么着啊 你的but后面要as a sign 吧 as a sign 好 那你看C选项啊 看C选项 C选项的but后面直接就说的是a sign of a sign of 这种情况下没有s 也就是说你前面是as a sign 后面是as a sign of 显然是一个不平行的结构 D是一个平行的吧 你but as a sign 后面怎么怎么样 好 E选项考变成什么了 他but also as a sign 那你but also as a sign 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but also前面一定要有not only 对吧 一定要not only 就是not only but also要求什么 这4个单词 一个都不能少 那你显然你这个地方是没有only在这儿的 所以你的e选项but also 是不对的 然后a和b选项啊 a和b选项怎么排除 那你not和but是一组固定搭配 没有not和rather这一组固定搭配 所以a是不对的啊 a是不对的 在一个b选项 这个it虽然和but是同一词 虽然it跟but是同一词啊 但是这个it也是没有not什么 it什么什么这一说的啊 好其他的如果是看不出来怎么办 看这个地方 好byhouseholds that啊 然后你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households war什么什么 也就是说你by加上一个动作的发出者 构成一个被动句对不对 构成一个被动句 这是一个主动句啊 也就是说在gmat考试里面啊 你明摆着知道动作发出者的情况下啊 尤其是人啊 尤其是这种情况 人的这种情况 你明摆着知道啊 动作发出者是人 或者是比如像households 一个家庭的情况下 知道动作的发出者 一定要用主动句啊 用被动句太啰嗦了 也就是用被动句啊 实在是太啰嗦了 后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例题啊 来看这个主动句跟被动句怎么用 啊好 现在总结一下啊 前面的啊 前面的都已经说了 关键是这个rather than啊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碰到这个rather than 但是rather than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你比如说是to a rather than 后面理论上啊 理论上应该是to b 因为a和b要平行 但是这个b啊 通常这个to这个地方通常是要省略的 并且省略的有可能是正啊 通常的情况下省略的是正确的答案啊 然后第4个啊第4个啊很多同学可能看到会笑啊就说为什么说虽然但是啊 这个肯定谁都知道虽然但是不能放在一句话里面 但是很多几卖的考试的错误的句型啊他真的是把ozozo和but和however放在一句话里面 也就是一定要注意啊虽然和但是啊虽然中国话可以这么说但是英语里面啊虽然和但是啊绝对不能同时出现在一句话里面 然后第5个啊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主动剧跟被动剧的取舍问题 也就是说能用主动剧的啊一定要有主动剧什么叫能用主动剧的 就是你明确的知道动作的发出者是谁啊 你就用主动剧啊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能明确的知道动作的发出者是谁 比如说z那你是一个代词啊 比如说z啊kill的 我说我说他们他们被杀了啊 他们被杀了 这种情况你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们那你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是用被动剧了吧啊 也就只能用被动剧 如果你用主动剧那你变成了someone kills them 对吧啊就是那你变成someone变成一个主动剧啊变成一个代词 然后z又是这个代词你三个啊一句话里面三个单词两个代词啊 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当被动剧可以减少代词的情况下再用 如果不没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最最简单的就是你by啊 被动剧你肯定你的动作发出者用by来引导 你by后面是一个人 这种组合啊一定是错的 因为你就把那个scientist的无论他是什么人 你只需要把这个人当成动作的发出者即可啊 没有必要把他说by 然后一个动作的发出者 这个实在是太啰嗦了 好 最后一个啊就是not only和but also的用法啊 刚才我们讲到一个not和but的用法 not only but also 我相信啊在第二讲当中啊第二节当中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也就是要要说什么 一二三四啊 这四个短短单词一个都不能少啊 任何一个都不能少 并且这not和only之间 but和also之间不能再有其他的成分啊 并且not only but also跟not but是一样的 要求如果这个地方我们看成a 这个地方看成b这a和b要进行平行的关系啊 好的 这就是第15题的全部内容 好 我们现在看第16题啊 看第16题啊 第16题啊 确实难度就比较大了 难度就比较大了 我们看一下 还是看前面吧 我们还是越长的句子啊 我们要看前面 我们看前三个单词显然是有区别的吧 z z 后面 你别管他是suggesting还是suggest 反正他这个地方没有z 那我们讲过 宾语从句当中 宾语从句当中 你suggest后面 你要你要说的东西 一定要用z来进行引导啊 因为考的是书面语 对吧 口语中无所谓 有没有这个z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z 所以很快 d和e选项 把它去掉啊 很快要把d和e选项把它去掉 剩下了a b和c选项 剩下了abc选项 好abc选项 然后怎么办 这中间那么长 不用去看他 我们看后面吧 我们看后面 c选项 明显的后三个单词是by some analyst啊 也就是分析师这个地方 肯定是人吧 也就是分析师这个地方肯定是人 刚讲完 也就是by一个人 肯定是啰嗦吧 对吧 就by一个人肯定是啰嗦 所以c不对 你看a和b我们再验证一下a和b都是analyst的动作的发出 然后是或者是analyst的怎么怎么样 显然这个是动作的发出者 因为他是人 好剩下的该怎么办 也就是怎么来区别a和b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a和b我们再次回到第二个单词啊 suggest跟suggest的区别 也就是位语动词有没有s 那显然是问主语是谁呗 问主语是谁 那好 同学们好好看一下这小题的主语是谁 有的有的同学肯定是说最最简单就是说sug 就是主语 对吧 然后我们看对吗 因为我们看到中间的主语是用什么连接的 是用and的连接的 对吧 那显然主语是a surge and a drop吧 也就是主语是两个啊 不用知道他是谁 不用知道 不用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反正是用and连接的主语 必定是 必定是负数啊 主语必定是负数 所以这个b选项的suggest肯定是不对的啊 所以这个suggest肯定不对 因为用and连接的主语 必定是负数 那么复习一下 那如果用with连接的呢 对吧 a withb构成 构成负合主语的情况下 那去看谁啊 去看a就可以了吧 对吧 无论他是什么with的话 去看a就可以了 a带s 那么他的位语重词就是负数的呗 a不带s就是单数的啊 这一定要区别 那and的话 其实倒是更容易的 因为a andb 你不用管a和b是什么 反正他俩在一起 肯定是负数的就可以了 好 这道题啊 其实还有一个更难的一点啊 更难的一点 如意看这个s 那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s单独啊 ss 什么什么一样要求什么呀 肯定是要求 平行吧 也就是这个wake要跟后面这个东西要平行 也就是说a选项为什么是正确答案 a选项说的是analyst previously thought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wake后面是一个东西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是他以前的想法是可以wake的 但是b选项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这个have这个地儿就不对了啊 为什么这个have这个地儿就不对了 你现在是sowake as跟swake as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那么你现在多了一个have 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变成了后面是个动作了啊 你就变成了后面是个动作了 而不是他的想法的内容 那他的动作是不能够wake的 这个地方已经是非常非常难了 应该是不会考到这种难度的啊 我们同学自己要注意 也就是说不用把每个东西都找到 就可以做出正确答案 第一个啊 看到suggest 大家应该高兴啊 因为suggest很有可能是三个里面有zat 两个里面没有zat 考试当中也是这样的 然后不用去特别的细抠这个s啊 到底能不能比这个问题 在这道题里面 已经显得非常的无足轻重了 再一个就是and的构成复合主语 要用复数啊 好 这个就是16题的总结啊 16题的总结 还是啊强调一点 这个第四点 就这个被动句的问题啊 通常情况下啊 如果知道动作的发出者 一定要用主动句啊 因为被动句尽量的太啰嗦了 被动句实在是太啰嗦了 再一个这个s啊 注意 虽然这道题不重要 但是有的题会比较重要 就s在中间表示 是和什么什么一样的情况下 他这两个是要有一个平行的关系在里面 好的 本小节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